沙丘海岸陪花海大家快门按不停 游客在花丛中摆着姿势 尝试将各种美景全部放进照片里 橘色花海在海岸边盛开 这里是草榻沙丘地址公园 也是全国第一座以沙丘为保护标的地址公园 因为惊人的沙丘美景 作用台版萨哈拉沙漠的称号 但以沙漠景点著称的这里 竟然出现一片花海 不少游客与摄影玩家莫名而来 就是希望劝着花旗一睹为快 因为就是看到IG有人po 所以我们就是循着图片来找这个地方 我还是觉得很漂亮 因为我蛮喜欢看海啊看花 还是 电车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还是不虚实性 对 还不错 棒 在台湾天然局通常出现在澎湖跟苗栗 这次既然可以在桃园撞见 初夏限定的天然局 游客都感到很惊喜 但期许这片花海起源尽是一场意外 天然局的话 并不是人工去摩扎 应该是说随风 就是带过来这样子 那大概就是在三四年前 就开始有比较多 原来由于东北季风强劲 中子往南吹 天然局才会遍及草皮及观景步道旁 天然局最美花旗就是六月前 七八月这里将会有 冰刺麦接棒盛开 如果想要欣赏这沙漠中的一抹局 大家可要好好把握这个连续假期了 三连新闻赵云点读转桃园采访报导 大家下期介绍